本月16日在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举办了一场为开发新市场创业投资说明会 当天在尼泊尔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哥斯大利加等国投资并进行经营活动的五位名誉外商投资顾问 讲述了自己的成功故事 他们在投资经营初期也犯过许多错误 因此他们向这些后备企业家强调只有通过仔细的市场调查 并在进军国外市场后进行彻底的本地化才能获得成功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相关人士表示 虽然进军未开发的新市场是一个机会 但为了在初期减少危险性因素进行准确并彻底的信息搜集 形成可靠的网络十分必要